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当年这个五月花号来美国的时候 他们并没有想在这个普利宝斯港登港的 因为他们迷航了 迷航了以后呢 那只能这个呢 沿着这个海岸线慢慢的去找 哪里可以登陆 那么呢 在这个一边找这一个登陆点的时候呢 那么这一群人一共有101个人 还有102个人我忘了啊 当时这帮新教徒 为什么要做这个五月花号来到这个美国 是因为当年他们受到英国国教的这个迫害 他们新教徒受到英国国教的迫害 当时呢 这一帮人呢 有比如说这些律师啊 教师啊 这群成都五月花号的这群人 都是律师啊 教师啊 等等等等 那他们刚开始是逃跑逃到荷兰 那这荷兰没有这些英式的这个教育 又不能说英语 所以呢 那这帮人呢 又回到英国 回到英国以后就会收到这个国教迫害 那怎么办呢 当时已经开发到美国了 当时美国这一块土地呢 已经是发现新大陆了 哥伦布之后了 那么当时有一个这种西弗吉尼亚这个公司 还是新印度公司 我现在不记得名字了 是个移民公司 那么这一名公司呢 就答应他们 就说呢 帮他们造船 给他们登船 然后呢 来到这个美国 然后他们呢 就通过这个公司 然后做上五月花号 然后呢 就来到了这片 这一片大陆 那当时呢 这帮人呢 在一边找落脚点的时候呢 这帮人在沙梁 就说 那既然我们跑到了这个 没有压迫的地方了 那我们要怎么 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呢 毕竟在这块大陆上面 什么都没有 那建立新秩序呢 是最方便的 那要怎么建立一个新秩序 那么这一帮人呢 就讨论就说 首先选一个领导 选一个权威人当领导 那领导的话 权力太大怎么办呢 那这些人就商量了 这个领导啊 这个领头羊 他所做的任何一个决定 一定呢 要通过大多数人同意 那么这项决定呢 才能实施下去 如果大多数人 都没有同意这个决定的话 都没有同意这个领导 他所说的这个决定的话 那么这个决定呢 就不能够实施下去 这个于是呢 就在这个五月花号上面啊 根据这个以基石 就写了这个五月花号公约 五月花号公约的这个大致内容 其实就是领导者 所做的每一项决定 一定要经过大多数人的 这个同意啊 当时所谓大多数都是 主要是那五十三个男性 呃 女性当时是没有权力去去决定 这个事情了啊 但是不管怎么样了 这个事情定下来了 签了这个五月花号公约了以后呢 那么呢 啊 这个登陆了以后 在这普利茅斯港 登陆了以后 后面的这一切啊 他们所做的决定 都是根据这个五月花号 这个为基础来做的 那么到了后面 呃 建立起了这个国会啊 比如说综艺卷啊 参议院啊 等等 毕竟还有这个普贤 宪法等等等等 最开始都需要参照 这个五月花号公约了 并且把五月花号公约的 这一条啊 这一个写成这个法律 然后呢 编进了这一个呃 constitution 宪法 然后呢 这个慢慢慢慢的发展 发展成了最后的 这一个呃 国会等等等等等等 所以呢 这个为什么美国会发展到 后面的这个三权 三权分立啊 最主要的呢 还是以这个五月花号公约为基础 然后在五月花号公约 这个基础上面 慢慢发展这个民族 一开始来这里 就是 他们就规定了 要大多数人的同意 以后大多数人举手表决 那你才能颁发 所以现在 这一个法律也是一样的 啊 那这一个呃 并不是总统可以决定 这条法律能不能签过的啊 这个总统不能决定 总统他可以签字 但是总统不能决定 任何一条法律的通过 以及这个制定法律的 都是国会在做 因为国会我们有参议员 也有这个中议员 啊 中议员435个人 然后这个参议员100个人 啊 对吧 每个州都有记得这个参众 两院的啊 这个人 你别管这个参中两院 哪个党在这个呃 把持着 但是至少呢 有代表这个名义的人 坐在那里啊 任何一条法律的这个通过 或制定法律 都要经过这些人的 这个举手表决 这是为什么啊 美国三权分立 并且有民主这个东西 的这个出现 呃 中国没有 因为中国也没有经过说 这个要大多数人同意 才能产生一项决定 或产生一条法律 呃 这一种 嗯 历史性的过程 并没有并没有 毕竟中国 几千年来都是这个 封建统治 封建统治 太强大了 皇帝说什么 他就是什么 啊 没有经过 呃 这个民主的这种洗礼 唯一经过民主洗礼的 目前来说 一个是香港 一个是这个台湾 啊 中国大陆 并没有啊 所以基本上都是 主席说什么啊 这个是什么 那这是什么 上面怎么颁布的啊 那下面的人就要怎么执行 你下面的人 你要反抗的话 呃 基本上你看一下 这个历史 你就知道了 呃 应该 这个他们的这个结局下场 是怎么样了啦 啊 但是为什么 这个香港 还有这一个台湾 他没有这样呢 是因为他在后面的 这个历史进程中 他脱离了 这个封建的这一部分 那么香港后来是这个英国统治 那我们也知道 这个英国 他是这个悠久的 这个民主国家啦 而且这个美国 他本来就是英国的这一些 祖先到了这个美国 然后建立起了这个国家的 所以他们是受到了这个民主的 这种洗礼的 然后台湾 台湾他 他现在是多党制 只要是多党制 那他就可以否决 某一派的这个言论 或者是批评某一派人了 只要有批评在 只要有不同的声音在 那么民主就在 但是中国不是 中国你要有反对这个声音的话 那你要提出问题的话 上面就会解决掉这个 提出问题的这个人 这一个也就是 为什么这个美国 他作为这个民主国家 并且在这一个世界上 引领着这个大家的一个 世界里面一个历史原因 剩下的时间给大家 这个发言吧 好不好 我们现在所提倡的 这个民主自由 民主自由 思想化作为行动呢 其实我很期待 每一次可以参加 和党员一起的活动 包括像这个视频 一起参加一起学习 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 可能会有一些意见相左 但是我觉得毕竟嘛 大家都是在学习 在探讨这个问题 没有说谁对谁错的 所以我自己 我是我是觉得 在台湾这方面的话 台湾是自己一个 独立的国家 虽然很多这种话 在中国的眼中 这句话是不可以说的 在中国的眼中 中国觉得台湾 是中国的一部分 那历史上确实是这样 但是台湾这几十年来 都是进行了一种先进的一个 它可以超过了中国 这种腐朽的这种精神 我觉得这个我是很佩服他们的 然后台湾可以不避讳 它可以不避讳别人的言论 然后可以坚持做自己 当然也有很多人说到迫害 那我又要说到明星了 有很多明星 他们站在一个台独的立场上 他们是被中国封杀了 当然我觉得中国这么做 其实它的独裁思想 其实是非常落后的 这个真的是不用质疑 即使它的现在的这个经济状况 是在变好 我深刻的感觉到 中国的经济状况 在习近平的领导之下 是有变好的 但是我们人民的不满的情绪 其实在增加 因为人民是两极分化的 一种是非常的贫困 中国是发展的越来越好 但是我们人民的这个经济 并没有做到改善 那无论是对于下一代来说 或者是我们自己所经历的 不公平的那些 比如说需要靠关系 如果没有关系的话 可能上学没有很好的学校 去医院没有很好的医院 可以去就医等等的 在中国这些事情 都是会发生的 那我要说到美国的这个 美国的这个医疗了 那美国的医疗 在首屈一指的情况下 它是非常讲人性人权的 我相信如果美国的病人 在没有钱的情况下 如果去看病 他们是会第一时间 去先去救治病人 而不是说先去付钱 付完钱再来 那这样的耽误了一个病人的病情 严重到可以危及一个人的生命 那我觉得中国在这一点上面 一定是让很多无辜的生命 遭受到了一个迫害 我们从生命的一个角度来说 中国真的需要 让我们这种民主思想的人 去反抗 去改变这一现状 我今天的发言就到这里 谢谢 他说什么叫做宪政 那宪政房间里面很多人 都答不上来呀 平时我们视频 在开会的时候 都会提到宪政这两个字 他都没能回答他上来 然后那个女的党员问我 她说 大哥你说宪政是什么 我一开始的话认了一下 其实我根本没概念 我回答了一下 我说宪政的话是那个 宪政法之下产生的一个 政府的一个行为 然后我现在回家的话 我才看得到宪政的话 它是基本要素 包括一下几个基本要素 就是依宪法而至的政府 我刚才这一句话就直接就回答了 回答出来了 是对的 然后第二个它是实行分权制 第三个是人民通过代议机构 来统治这个国家 是有一个议会制过总统制的一个权力机构 就这样我查了一下是这样 是吧 这个政治就是讲究的合法性 民众的认可和接受的程度高 政治的合法性就会高 反之则低 任何一个政权 就是如果没有合法性的支撑 剩下的只能是警察统治 或是暴力武力的镇压 但是在现今这个社会 它就说的生存空间 它是维持不长的 就比如那个 八九六四这个民主运动 虽然它最后就是 以他们的用武力镇压 失败了这个民主运动 但是他们在我们心中 还是留下了 就是生根发芽了 就是一样一颗种子 大家每年都会 六四运动 每年的六四纪念 大家都会记住这个日子 他们这种就是说 以民主的这个思想 在我们的思想 让大家的生根发芽 所以会出现各种 让大家就是说出现不平 不平或者 对他们的思想 我们的思想 也慢慢的开始的转变 知道了这种 中国的这个政治 它的不平等和 是个很专制 专制的制度 所以大家需要 有一种反抗的思想 慢慢的 慢慢的开始有了 所以我觉得 这个中共的信奉的这种 政法就是说 如果不改变的话 他们也维持不了多长时间 所以我觉得这个民主 实现民主的话 我们还是有希望的 近期香港发生的事吧 比较严重的事吧 那就是 香港那个国安部呢 他通知那个 机轮会 他通知机轮会 每年搞六四满会 那个机轮会 他通知他呢 就是吧 他告诉机轮会 这是你是国外的 犀利的代理人 要机轮会 招出那个所有的文件 要不然就是告他 违反那个国安法 机轮会 那个 那个报信同 这个副主席 副主席呢 就是说 我们不是 外国的代理人 我不应该 我不需要 交出那些什么文件 但是现在事情 发生的现在 我觉得 就是就算你 照不照出那个文件出来 那个机轮会 也是会被那个国安法 去 去 控告的 这个是 经过星期 香港发生 比较大的事 目前的中国社会 虽然国力大增 国际影响 举足轻重 但是由于官流利益 集团掌控了几乎全部的社会资源 导致社会不公 司法 腐败 政治黑暗 道德 门上 人民的 基本权力和自由 受到轻逛 贫富差距率 扩大 整个国家 处于一个历史 转型的前景 大家好 我就谈一谈 运动 扩展全国历史 数月 其间又以上海的学运 最为 民运总之 支持 升职 校园和社会 1989年 学生 在地 调念 胡耀邦 四次引爆 八九天安门 民运 迅速 席转 全国 并获得 党政 军机关 和社会 广泛支持的参与 示威游行 队伍 有百万人以上 最后 转化为 具有革命性质 推及中共政权 对邓小平 下令 军队 血性 镇压 对政经举世的六四血案 六四 六四 和国内民运 未成 成绩 只有 改悬 一则 继续争民主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